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近期在世界各地 各種災難頻頻發生 好像在5月份 意大利百年大水災 42個城市被淹沒 至少13人死亡 而在6月初 菲律賓和日本都爆發自然災難 菲律賓馬名火山岩漿奔流 導致14,000人口緊急疏散 而日本就受到颱風馬蛙 和梅雨天氣影響 造成兩死四失蹤 35人輕傷 根據維基百貨介紹 中國是世界上 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這些災難主要是水災 地震 颱風 瘟疫和寒災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 中國目前正在爆發的一個災難事件 中國大陸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二陽的人數日漸增加 據大陸媒體南方週末12日報道 5月以來為了應付校園疫情 不少大專院校都設有校內健康疫站 二陽的大學生可以自願選擇入住 也有些大專院校採取強制性隔離 近期不少大專院校都啟用了健康疫站 北京某一一院校大三的學生里爾 5月26日頭暈 鼻塞 喉嚨痛 同時有低消 新冠抗原試劑顯示兩條線 當日下午 里爾便來到位於留學生宿舍的健康疫站 這棟十層樓的建築物 近一半被劃為隔離宿舍 大約有2,000張床位 里爾被分到一間二人房 另外據天津外國語大學的一名學生表示 因為發燒 他在宿舍休息幾天之後 學習委員會要他補交病假證明 在學校醫務室辦手續的時候 他測出抗原陽性 被要求直接住入隔離宿舍 只能委託室友送些生活必需品 新冠疫情和後遺症的危險正在迫近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早在5月22日的一個論壇就說 6月底 將會發生第二輪新冠疫情高峰 每個星期大約有6,500萬人感染 上海市肺科醫院副主任 胡陽醫生 6月就發表文章說 新冠二陽患者還正在增加 門診新冠以及新冠後遺症的患者佔比 也正在增加 大陸向醫生健康療14日發表文章直言 移陽之後可能會引起呼吸 心血管 神經 消化和免疫五大類系統的後遺症 目前中國大陸多種病毒疫情橫行 不僅最近北京 重慶和深圳等多地 發現了目前無藥可醫的人類偏肺病毒HMPV 近日隨著武漢肺炎不斷變種 出現大角星病毒的同時 還發現了隔流、月流、落雨、人禽流感、手足口病 新型布尼亞病毒和黑熱病等幾種病毒 而且大陸二陽女刺燈上熱手 各種後遺症 例如不停咳嗽 秋葛味覺失靈等聲浪不斷 近日又傳出大批年輕人感染新冠後 發現又出現續青山蛇的大狀包疹 有網友說 為何還新冠後 還大狀包疹的人多了? 莫名其妙患了大狀包疹 煩、難受 陽過後身體質素真的變得差很多 現在又是大狀包疹 也有網友說 醫生我身上出了皮疹 關鍵是痛 真是吃又痛、睡又痛 就連呼吸都痛 也有醫生說 很多患者都反映 衣服摩擦皮膚都覺得痛 每呼吸一次痛一次 因此說大狀包疹 是會呼吸的痛 真是一點都不誇張 據大陸媒體 《中國新聞》周刊 6月17日報導 近期的社交媒體 不少年輕人說 感染新冠病毒轉陰之後 沒多久 身上就出現大狀包疹 大狀包疹 被稱為不死的癌症 也是俗稱的生蛇 是一種常見感染性皮膚病 隨著年齡增長 症狀和疼痛病發症 會更加嚴重 大狀包疹被認為是人類三大頂級痛楚之一 甚至比癌症痛楚更厲害 報導指 北京醫院皮膚科主任 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 常健民在臨床就明顯感受到 新冠流行期間 大狀包疹患者增加 以中老年人為主 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又患大狀包疹的人群 也有所增加 除了病毒之外 中國人目前多地 還正在遭受高溫痛苦 近兩天 北京溫度持續上升 酷熱難耐 官方氣象部門預報 突破攝氏39度 但是民眾實測 很多地區的氣溫 已經超過攝氏40度 6月16日 在大陸微博北京高溫 北京熱城空氣炸鍋 兩個話題受到廣泛關注 網友紛紛說 熱到溶了 同時有網友上傳分享 自機測的溫度說 已經超過攝氏40度 2023年6月16日上午9點 北京市氣象台發出高溫橙色警告 說預計16至17日 北京市大部分地區 最高氣溫將達到攝氏37至39度 北京市氣象台預報員提示說 今次高溫過程 公路路面溫度將達到攝氏50度以上 容易導致路面損壞 車輛爆胎自焚等交通事故 據《北京日報》16日報道 今天的北京 用一個月字都無法形容 就在剛剛下午2點34分 代表北京溫度的南郊觀象台 氣溫已經突破預報說的攝氏39度 達到攝氏39.4度 打破6月中旬最高氣溫的紀錄 而且仍然繼續上升 根據預報 17日北京高溫 直敲模式將持續 最高氣溫更可能衝上攝氏37度 或追平往年同期攝氏37度 連續日數的紀錄 公眾需要減少戶外活動時間 慎防熱射病 即是重症中暑的發生 這個星期 中國北方多地迎接高溫天氣 攝氏35度以上的高溫 已經覆蓋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地 超過20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 16日微信公眾號 中國氣象外號者說 今天高溫重點集中在華北平原北部到煙山山區 天津西清國家站39.8度 北京南郊39.4度 分別是六月歷史第二和第三高溫 河北成德就以40.9度領先全國 天津大港、遼寧寧原市建平原、客左縣也取得兩省市今年首過40度 此外天津、北京、奈蒙和遼寧多個國家站 打破六月最高氣溫紀錄 17日和18日高溫重點 將會向東北平原擴展 35度高溫線 將會由遼西一直衝入黑龍江 東北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暑降溫了 北京網友紛紛表達熱都溶了 北京熱成空氣炸鍋 我剛剛出去扔垃圾 回來就成頭汗 外面和進了焗爐一樣熱 最近的日常就是每天都會收到高溫紅色警告 還有北京網友拍到車裡面的溫度顯示說 不止已經達到攝氏45.5度 我這裡最高顯示攝氏41度 你告訴我攝氏39.4度?真是好笑 眾所周知 報攝氏38、39度 實際肯定已經到了攝氏40度 你們官方的溫度計 是不是就是到了39.9度? 有網友說 氣溫最高出現在昌平的輕壽小湯山一帶 頂點介乎攝氏42至43度之間 位於建國門的古觀像台 也在攝氏42度左右 也有網友說 天氣預測不會佈40度以上 40度就要放假 所以我們的氣溫標最高是39.9度 佈不起就不要佈 溫度計44度了 氣溫都造假? 我們大China國 造假是常態 這是很正常 其實關於中國的熱浪高溫 巴西預言家朱實利諾 在他5月13日的第一個預言裡 就預言過中國在6月將會遇到熱浪 看來這個預言已經兌現著 朱實利諾在第6個預言裡 終於預言了中國和台灣在6月將會被強颱風襲擊 並造成大量人傷亡 目前6月已經渡過了一半 希望6月剩下的日子 這個預言不會成真 另外朱實利諾的預言更多 但是也有很多沒有應驗 所以這些預言也是子宮參考 關於中國大陸 我們就先和大家談到這裡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美國剛剛發生的一個罕見災難 近期美國多個州份 受到幾百萬隻蜥蜀大軍入侵 其中以內華達州最為嚴重 不僅覆蓋整條街道和樹木 甚至連文宅的外場都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蜥蜀 就好像災難片一樣 令居民相當崩潰 只能躲在家裡避難 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綜合NBC新聞等17日的報導 由6月12日開始 美國內華達州東北部 埃爾科鎮 受到大量蜂門蜥蜀入侵 密密麻麻的蜥蜀 爬滿街道 煲滿文宅和建築物 很多民眾拍下慘況崩潰 絕對是最噁心的一天 當地一位女士方奈特 在TikTok發表了一段 自己在家裡拍攝的影片 由影片可見 數以萬計的蜥蜀 幫滿她家裡門外 蜥蜀爬來爬去 並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令她頻頻作嘔 她用催業機出出一條路 才能勉強通行 此外 魔門蜥蜀是食慾性昆蟲 科內特表示 曾經看到蜥蜀在互相吃對方 令她崩潰大叫 這絕對是最噁心的一天 當地很多居民 也紛紛發出令人無管動的災情報告 由所發出的消息來看 不僅眾多居民的房屋、草坪、花園等 都受到蜥蜀完全淹沒 更有民眾表示 道路被蜥蜀佔領 每一串都逼到實 將田園好像屍的景色 變成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開車經過的馬路 到處都是四處爬行的蜥蜀 剪碎之後 還會發出迫力薄落的聲音 令當地居民無管動 更有居民無奈地表示 我一路開車一路哭 因為我的車被大量重複開 我很害怕 帕羅斯醫生就提到 大量蜥蜀阻塞了前往醫院的馬路 為了讓病人順利進入醫院 遠方就請人用掃把和催業機 在醫院門口驅從 但是蜥蜀實在太多了 最後唯有出動掃雪車 資料顯示 魔門蜥蜀 學名叫樹中 由生活雜星等角度來看 它更接近蝗蟲 所經過的地方 它們能夠毀滅40%至50%的植物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 最近剛剛爆發強烈地震的兩個國家 6月15日上週10時19分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南方的八打岸省外海 發生黎克特製6.3級強烈地震 馬尼拉都會區 明顯有震感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 當時正在舉行記者會 現場的吊燈出現搖房 總統隨後離場 當局警告 可能會出現遇震 並且蒙獸災選 巴西預言家 朱瑟利諾 他在5月13日的第15個預言裡 就預言過菲律賓 在6月份可能會發生強烈地震和水災 幾乎同一時刻 印尼北加利曼丹省附近的海域 也發生了地震 據印尼氣象 希侯契地球物理局官方網站的消息 當地時間上週9時19分 印尼北加利曼丹省附近海域 發生6.1級地震 震源深度是127公里 而在朱瑟利諾對6月所做的第30個預言裡 他確實對印尼發出這樣的警告 他說6月火山爆發 強烈地震將襲擊印尼 其實有關2023年下半年的 很多關於大災難的預言 我們都希望不會成真 不過只要人類能夠擁有善念 堅持對神的證信 人類就可以擁有美好的未來 平安度過每個大災小難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